在泰国的畸形表演秀现场 他见到了神秘消失一年的新婚妻子 此时的妻子不仅被砍掉了四肢 还被拔掉舌头做成人质 披头散发的卖力表演 他早已不见往日的神采飞扬 只剩下死气沉沉的麻木 嘴里不断的横横唧唧 像个不倒翁一样供人欣赏玩乐 野生了 我来了 今天我们来讲讲 事意间的离奇小事案 胆小的朋友记得活好自己的小辈子 事情发生在1998年 当时严先生与妻子刚刚成婚 新婚眼儿 两人决定出国 进行一场抑郁风情的蜜月旅行 经过一番商议 两人决定将目的地定在泰国曼谷 出发之前 身边去过泰国的朋友 都神秘兮兮的向他们介绍 泰国的各种表演秀非常劲爆 严先生以为是什么美女交流秀 因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抵达泰国之后 出来乍到的两人看什么都觉得稀奇 此时正值旅游旺季 大街上的人也比较多 严先生和妻子没有任何顾忌 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距离熙熙攘攘的大街 已经越来越远了 当他们反应过来后 已经走进了一条 人际寒志的小巷子里 这里残破不堪 与刚刚热闹的大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当两人准备原路返回时 一个装修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服装店 映入了两人的眼前 这家服装店与小巷子看起来格格不入 严先生与妻子都被吸引了 于是就决定进去逛一逛 妻子很快就看中了一条裙子 于是就拿进了示意间 严先生没有多想 一边在店里等待妻子 一边打量这家店的情况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一个令他后悔终生的事情 正在上演 严先生发现 这家店非常奇怪 装修的很精致 但是里面的衣服却没有固定的风格 并且很多衣服并不像是新的 上面有明显穿过的痕迹 严先生顿时觉得这家电影问题 于是就想赶紧离开这里 此时他又关注到另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 他妻子在示意间 已经待了将近20分钟了 却依旧没有出来 意识到这点后 他立即来到示意间门口 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 结果回应他的 却是无尽的沉默 他慌慌张张的打开门 却发现妻子的衣服还在示意间里 但是人却不见了 严先生立即质问店员 将他妻子藏到哪了 但店员们却像是同一个说法一样 一致表示他是自己进来的 并没有看到他妻子 严先生见他们不肯交代 只能报警处理 然而警方赶到后 将现场翻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最终留下一句 结顺变就收队离开了 严先生苦苦寻找了数天 最终签证到妻才不得不离开了这里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 却令他恢恨不已 新婚妻子在示意间神秘消失 一年后去京县泰国街头 此事他不仅被砍掉死肢拔掉舌头 还被残忍的做成了人质 神情麻木的卖力表演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 1998年 严先生回国后 依旧没有放下妻子 他始终不肯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这么离奇消失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妻子 他再次办理前往泰国的签证 打印了大量的妻子照片 以及各种寻人启事 尽管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却依旧没有妻子的任何消息 在寻找过程中 他无意间得知 这里经常发生游客失踪的案件 而那些失踪的游客 基本上都不会有好下场 好一点的被送去做皮肉生意 严重的会被送到黑市上 嘎腰子卖器官 甚至还有人被打餐 在各种猎疾秀场进行表演 为此 严先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他通过各种方法手段 到黑市和秀场 但却都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天他寻找的筋疲力尽 心灰意冷之际 突然被路边的一家店吸引 劲爆的音乐震耳欲聋 鬼市神差之下 严先生走进了这家店 台上的主持人 萨瓦迪卡的介绍了半天 严先生一点都没有听懂 正准备离开之时 突然现场一阵哗然 严先生忍不住往舞台上看去 直接一个被装在大缸里的女人 被抬了出来 随即被工作人员 像垃圾似的倒在地上 女人披头散发没有四肢 舌头似乎也没有了 只能发出狠狠唧唧的声音 像蛆虫似的在地上不断的蠕动 整个人狼狈不堪 而旁边的工作人员 还时不时的用手里的鞭子 狠狠的抽打他 严先生实在看不下去 再次准备离开时 却与台上的女人四目相对 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因为台上的女人 正是他苦苦寻找未果的妻子 虽然他现在憔悴的 几乎看不出原貌了 但那双眼睛 严先生怎么也不会认错 女人似乎也认出了他 更加卖力的狠狠唧唧 眼泪也随之落下 严先生立即找到这家店的老板 结果对方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言论 恶狠狠的将他赶了出去 严先生只能报警 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 将所有的积蓄拿了出来 最终才将妻子成功赎回 但由于遭受过太多折磨 妻子早已神志不尽 由于舌头被人割掉 他甚至无法说出自己的遭遇 没有人能够想象 他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 最终他因为受伤严重 没有活过一年 然而这样的事情 却并没有结束 新婚妻子在事宜间神秘消失 一年后却被残忍做成人质 在泰国街头卖力表演 那么机型秀究竟有何魔力 为何会层出不穷 严先生和妻子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自己小时候就见过类似的表演 其实早在汉朝时期 就流传旅后将妻夫人做成人质的故事 但当时人质是一种刑罚 并不是摆在台面上的展示 真正的机型秀 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 流行于19世纪的美国 最初的目的是为那些长相怪异的 残障人士创作收益 证明他们与常人无异 令大众接受他们的同时 他们也能更好的生活下去 但渐渐的 受众的猎奇心理越来越重 很多人渐渐不满足于诸如人 或者连体人 一些无良的老板 渐渐从中发现了商机 他们广泛的搜罗各种奇形怪状的人 甚至找不到就自己创造 为此机型秀也渐渐的 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逐渐演变成了某种犯罪的手段 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 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把人变成这样之后 真的会有人喜欢看吗 事实上还真有人喜欢看 人都有猎奇心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如果没有需求 还会有这种买卖吗 还有人质疑 把人做成人之后 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 照顾他们 有些得不偿失 不知道抱着这种疑问的网友 有没有想到 能把正常人残忍砍掉 死之做成人质的人 真的会把人当成人对待吗 真的会好好照顾他们吗 对他们来说 或许人命根本不值一提 一个机型人没了 还可以创造出来 千千万万个机型人 有人认为机型秀这么残忍 应该不会公开演出 任何一个有法律存在的地方 应该都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事实确实 机型秀确实存在过 并且还风靡一时 只要地球不爆炸 只要还有人存在 在法律看不到的地方 罪恶之花就会盛开 因此买卖双方 究竟谁才是原罪 需求者和执行者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也许我们还真的说不清楚 但这个问题 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 毕竟谁能保证自己 会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